立法會是一個監察政府的機構 2017年1月那時候我還是立法會議員 議員就說你不要亂來 2017年10月你就立即公佈 你當這些議員根本就是傻的 今天再跟你講 你就聽吧 又是蘇偉文 又是教人炒樓的 這個陳凡去哪裡呢 第一我覺得 在座立法會議員 麻煩你 你們真是為市民做了你 就要做些事情對付政府的了 你就反過來 我們有立法權的嘛 各黨派 將那個 反過來 不讓我這樣做 很簡單 居者有其屋 我問你 鄭若驊一個人有六個物業 還要貪心 還要每個物業都去遷見多些地方 就是欺騙政府 什麼居者有其屋 一個人有六個單位 有六庫棺材都睡不完 六個單位一定也是睡不到的 是不是 你和人家 在公屋裡 死坑死底 有少少錢 你就趕人家走 蘇生 我現在委託你 你將 私國急官員和常秘裡面 有幾多人擁有物業和簽建的 做一個表給我們 給我以前的立法會同事 給他講一講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傻的 人家窮人 稍為 死坑死底 你就趕人走 這麼無賴都有的 你自己建不夠公屋 就去說有些人霸住公屋 其實只有三千一百戶 我其中一個來的 不過現在六十歲 你說我不好 以前也是 以前就不中的 因為我以前捐了些錢給社民 給了人 就不中的 即是說資產或者是 你的收入 隨便一樣東西 不是 你都可以頂得住 現在你不是 兩個東西 隨便一樣就要走 你就苦心自問 你們自己建不夠公屋 橫州摸底摸完之後 萬七個變成四千個 那九千個怎樣 叫你在高爾夫球場那裏 建公屋 你又說建得一萬個 你怎麼計算 這麼多公頃的樓 建得一萬個 公屋來騙所有的人 不要搞這些事 你不要當立法會議員傻的 就是了 關於鄭若驊 各位 今個禮拜下午兩點半 兩點半 勞鴻壓到 梁先生 我們在講庫戶政策 謝謝 他是庫戶來的 六個單位還要千千 我們講公屋的庫戶政策 他沒有資格 還要多了三千尺 OK 麻煩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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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謝謝你們